環球大三線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葉思敏 今天網路讀播版本時間 我們邀請到是介文局介大使 思敏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好 觀眾朋友今天大使來 我們想要來聊聊這個美中的這個關稅站 現在其實從美國一路延燒到歐洲國家 我們先帶觀眾朋友來瞭解一下 現在這個關稅站的最新進度 是從9月27號開始 美國對於大陸的電動社會課徵的稅率高達了百分之百 這個是最高的 再來第二個就是太陽能的部分 美國的對中關稅也是高達了百分之五十 剩下有另外有百分之二十五的課徵關稅 是針對於鋼鐵鋁還有電動車的電池 還有一些關鍵的礦物等等 這個關稅的幅度也都是相當的高的 那另外呢除了美國這麼強硬的態度之外 再來就是加拿大同樣也是跟美國跟進 這個關稅幅度也是同樣高達了百分之百 針對電動車 歐洲國家的部分現在針對於 不同個別的國家 其實中國大陸他的策略來說相對的是比較開放的 針對歐洲裡面歐盟的不同的國家會有一對一的對談等等 那另外呢再來關鍵的日期就是在九月二十五號了 這一天呢是在歐洲的部分會針對中國大陸加征這個他的關稅的議案來進行投票 那在這個投票之前其實我們可以看到現在呢中國大陸的部分已經開始有動作了 是他的商務部長王文濤呢親自然就到了意大利去做這個對談 要討論說能不能在關稅的這個稅幅上面能夠降低 那西班牙的部分目前呢是其實上週呢因為有仿中嘛 所以呢他們已經說了他們會重新來考慮立場 我們可以看到西班牙的態度已經開始出現鬆動了 他說會重新的來考慮立場 然後呢他說了一句話他說我們不需要再有另外一場的貿易戰 所以現在看起來西班牙的態度已經開始逐漸的不一樣了 除了我們看到檯面上的這一些政府單位做了這些決策 還有動作之外我們來看到歐洲現在民間的反應聲音也非常的多 消費者對於現在歐洲內部通膨的問題抱怨非常的多 還有覺得說現在生活的成本越來越高 為什麼你這時候要對中國大陸客徵這種電動車的關稅 還有各種商品的關稅 對於他們的生活來說的壓力是真的越來越大了 他們甚至還說了一句話他說那你為什麼要對這個中國客關稅 為什麼不對美國來客關稅算了 好那針對於歐洲內部現在不同的聲音 我們想要請大使來幫我們看 就是政府跟民間現在到底有沒有同調 那王文濤親自到了義大利一趟能夠改變9月25號這一場 針對大陸的關稅政策嗎 現在看起來是比較有希望 因為這個關稅它事實上已經實施了 那麼它真正要變成確定 它現在是暫定實施關稅 它現在要9月25號 當然這個時間還是可能變 對還可能延後 那麼這一次投票就會變成它是一個怎麼樣 確定的一個關稅 不是暫定的 而且它是5年以後再檢討 所以那一定的話就變成5年以後再重新來檢討 那所以現在就是說雙方都在進最後的努力了 因為歐盟也希望在這個藉著的要特徵關稅這個問題啊 跟中國大陸交換一些條件 也就是歐商在中國大陸的經營的環境啊 他們希望能夠中國大陸官方配合的 那他當然拿來一起來談 事實上交換條件 那另外對中國大陸來講 一方面是跟這個職委會啊 面對面談 對 中國大陸的商務部副部長已經到布魯塞爾了 跟歐盟職委會主管貿易的 這個也是這幾天嘛 也是這幾天 那麼他先去 然後跟這個這個所謂的經貿總司的司長談 他的對口談 那王文濤的話他先去意大利 意大利談話他還要去布魯塞爾 然後跟布魯塞爾這個歐盟職委會的主管貿易的副主席來談 所以這個是多層次很密集的在談判啊 所以可以說是到了一個比較關鍵的階段啊 那跟歐盟談判的話 基本上除了跟這個職委會談 也要跟他的會員國談 對 所以中國大陸是雙管齊下 那麼跟會員國基本上 歐盟雖然有27個會員國 可是這個是製造汽車的大國 也就這幾個 也就是汽車課不課關稅 只對這幾個國家有關係 其他國家都沒關係 比如說對葡萄牙來講的話 他不產汽車 對不對 他更不產電動車 所以這個關稅怎麼課 對他來講影響不大 他沒有產業要保護 或者要扶植的問題 所以剩下來就是說在歐盟這裡面 這麼一些國家裡面 只有這幾個國家跟這個 這個就是說 課增中國大陸電動車關稅 會有直接利害關係 也就是德國 法國 意大利 西班牙 瑞典 還有這可能捷克 不過捷克你知道他那個 他那個 Skodia 那個很有名的車子 其實它是屬於德國大眾系統的 哦 那德國真的很重要 所以基本上德國 德國不但他很多車子 德國車像英國的很多車子 也是在德國的控制之下 也是在德國的汽車集團 所以真正中國大陸要談的 大概就這幾個國家 那上一次投票的時候 事實上是分裂的 那也是同樣的這個有關 對中國大陸電動車 課程關稅 歐盟的內部投票的時候 當時德國跟瑞典都反對 對 對德國一定反對 德國反對 那一點反對的原因 VOVO 哦是是是 VOVO你知道它已經是 它是吉利汽車的一部分 對對對 而且它跟中國大陸是 一榮則榮 就共榮的一個關係 對你打中國大陸電動車 也打到了VOVO 所以瑞典就 站在VOVO的立場 他反對歐盟克徵這個關稅 那剩下就是西班牙 法國跟義大利 而這個案子其實始作俑者 人家說是法國 因為法國尼諾汽車 還有法國的這個Citro 法國有幾個大陸 其實還在 而且還有競爭力 還想優秀作為 而他們也想進這個電車 電車的這個市場 要保護自己的產業 要保護這個產業 所以他就在後面就慫恿歐盟 來做反傾銷調查 然後呢 基本後來做了這個決定 不過法國是不是可以 可以談呢 也可以談 那意大利可不可以談 也可以談 西班牙可不可以談 也可以談 那法國的部分 我覺得就是說 大陸已經跟他們 應該都在接觸了 不過這最近的重點 在意大利跟西班牙兩國 意大利的梅諾尼總理 大概上個月 才去了一趟北京 大概一個很龐大的一個 工商業巨子的訪問團 那基本上也就要 藉這個議題 電動車的議題 跟中國大陸做利益交換 那麼如果中國大陸跟意大利中間 有好 有很具體的利益交換 譬如是中國的汽車業到意大利 把他某一個快要倒的廠 把他買下來 讓他恢復生產 立刻就造了三千人的工作機會 找回來了 那這樣子的話 那意大利 他就願意 他就願意 那我就 我就在歐盟投票 我就反對這個歐盟 這個課程關稅 那西班牙也是一樣 西班牙總理 那麼前兩個禮拜才在北京 也是帶了一個很龐大的工商業巨子 都想藉這個 特徵關稅的 汽車電動車關稅 跟中國大陸做一些利益交換 那我想跟西班牙跟意大利的 這個交換 應該已經到最後的階段了 那麼王文濤也到了意大利 我想就是跟意大利談 那麼如果意大利 中國大陸跟意大利 有交換利益的話 那意大利很可能在這一次 暫定9月25號這個投票裡面 他可能也會反對 對中國大陸的汽車 課程 課程這個 所謂的 反傾銷的 補貼的關稅 反補貼的關稅 那所以現在就是看最後階段了 那不過整個來說 我是覺得對中國大陸的電動車來 現在來講的特徵這個關稅的稅率 我覺得對中國大陸車在歐洲的影響力不大 為什麼呢 現在我記得比亞迪斯港上17 17左右嗎 那這個好像吉利好像也差不多18左右 那麼還有就是Tesla Tesla大概給了他7左右 那另外好像上氣好像36 因為上氣不願意跟歐盟合作 在調查的時候 你知道這個調查 所以他給他一個最高的 所以你以這個 中國大陸吉利或者說是 比亞迪來講17%的關稅 額外關稅 會不會減損他的產品 在歐洲的競爭力 我是打一個問號 因為中國的電動車太具競爭力了 我記得海歐這款車的時候 去年比亞迪去打德歐洲市場的時候 他定的價幣在中國市場還要高 以後這一台車譬如說在中國市場賣 兩千歐兩萬歐元的話 他到了歐洲市場定到兩萬四 那通常你都是國內賣的歸 然後去補給你 對啊 為什麼呢 就變成就是說 你要把你這個車子定位 你以這個車子的這個本性能 跟它的規格來講 你如果定太低的話 人家會上不下 上不上下不下 顧客不曉得要買什麼 因為顧客可能我就要這種大小的車 我要這種豪華程度的車 我準備買這個車 結果你又很便宜 那你這個車很好 可是你又太大了 我的這個車庫放不下 所以他的定位 他就要定到 他定到兩萬四這個歐元 已經是很便宜了 那個對歐洲的消費者來覺得 好像都撿到了 這麼好的車 還可以賣這麼低的價錢 所以就是說對這個 對今天對這個比亞迪來講 我覺得以他的這個成本來講 他即使加上那個17%的關稅 在歐洲市場 我想他還是可以很有競爭力 所以就變成這個這個這個稅額 如果可是呢 如果說他還是要客 他再往下打 打到7%或者6% 跟這個Tesla在歐洲的價格一 那就那就那就 我覺得影響不大了 那其實對這些這個 德國的這些車系的 他們現在已經在中國大陸 已經生根了 他很多在德 要回到歐洲市場車 他是要從中國回賣 賣回去的 因為他現在中國投資源越多 為什麼 因為德國成本太高了 像這個Volkswagen 大眾汽車 他前一陣子 因為收 賠錢嘛 就要關廠 第一個要關的廠 就關在德國 對啊 因為為什麼 德國廠最貴 那在中國廠都 都這個性價比高 工人的效率也高 待遇也不會像那麼高 所以呢 整個這個車的 車廠的這個運作成本就低 所以德國現在準備從中國生產車 尤其電動車 然後再跟中國的電子業合作 或者跟中國的這個自動導航 或者說 智能 做倉的這些 領先品牌合作 合作車了以後 還是用Volkswagen的車子名義 可是在中國製造 回銷到歐盟市場 可是問題就是說 我們現在的關稅制度 他是這樣 他不管你什麼牌了 你是德國牌的 可是你這個車在哪裡生產 你在生活生產就用中國的稅 還是用中國的關稅 還是用中國的關稅 所以就是說其實 這個關稅如果太高的話 事實上對於德國車來講的話 他也是一個 自己傷到自己 自己傷到自己 所以德國是堅決反對 就有點堅決反 現在就看西班牙 意大利 還有法國 那投票的 投票的情況怎麼樣 不過我覺得這個就是說 雙方在這個 貿易上的糾紛上 我覺得 目前都是用談判的 應該是算是理性的 回到美國的話 美國為什麼中國大陸 只是口頭叫藥 因為事實上 現在中國大陸外銷 汽車市場的話 美國是非常小的 就是說他在目前 他是未來式 也就是說 你現在要打中國電動車的話 你現在弄一個一百 那中國大陸不進去 那問題就變成就是說 本來也沒有什麼損失 那現在進去最多的是 Tesla 那是美國自己做的 美國Tesla有三個廠 一個在Texas吧 還是California 他要移到Texas 另外一個在上海 另外在柏林 他就這三個地方生產 那現在美國問題就變成 美國電動車的政策不明 像川普如果上來的話 他要把所有美國政府 像這個拜登時代 對電動車的各種補貼的措施 通通拿掉 他不會電動車 而且他要把汽油的價錢 靠大量生產把它壓下來 因為川普的這個 抗通膨 美國通膨的萬鈴丹就是 開採石油 而且是開採美國石油 把美國石油搞到什麼 白菜價 然後呢石油是一切 這個是基本民生物資 你如果降下來的話 你價格全部都降 他還說不會造成全球暖化 是假議題 他不管 他不管 別人暖的話 反正美國大 美國大 而且他緯度比較高 對不對 所以他不怕 所以現在這個問題就變成 其實是蠻複雜的 可是我覺得就 美國這一次在這個時間 宣佈調高這麼多項 中國大陸的產品關係好 政治動機比較大 那實際上的話 就是說對中國大陸 形成的這個貿易的傷害 相對是比較小 那所以就是說 那後續是如何呢 要看美國總統選出來是誰 因為前一陣子 川普在選總統 在一個場所 一個競選的場所 他這樣說 我上來以後 我要把電動車 現在拜登政府 那個電動車的補貼 我通通給他 通通給他取消 他說 現在中國大陸都跑 廠商都跑到墨西哥 去投資電動車 就是想用墨西哥 做一個橋頭跑 將來把車從墨西哥 運到中國大陸 美國市場 他說 這是絕對不可能的 我不會允許 一輛車 從中國製的電動車 從墨西哥進入到美國市場 但 他講了一個 但是 有但是喔 但是喔 他說 但是如果 中國的電動車場 是來美國投資的話 就可以嗎 我會允許的 因為 我的政策的 最高的宗旨 就是要把製造業 帶回美國 所以你來投資製造業 我都歡迎 你給我製造 我讓我們的工人 找到工作機會 我都歡迎 所以 這些事情 我覺得目前都是 還是一個正在發展的 將來到底是一個 什麼情況 不知道 那不過對中國大陸來講的話 我就是說 這個就是說 放遠天下的話 這個市場 不是只有歐洲跟美國 你可以看出中國大陸 現在這個電動車 在這個 賣的 越賣的地方 中南美 對 然後 在這個東南亞 然後現在又打到這個 這個中東的 有錢國家 還要繼續往非洲 所以呢 也就是說 這個市場蠻大的 有美國的這個是 大同銀行吧 他們做了一個估計 他說到了2025啊 我們今年2024吧 對 2025 他們估計 光比亞提一家公司 外銷的電動車的數目 他們評估是600萬輛 全球600萬輛 全球600萬輛 外銷 不包括中國市場 而且呢 你知道中國大陸去年 這個外銷 490萬輛 第一次超越日本 日本大概在420萬輛 中國大陸外銷的400 你看去年2013才490萬輛 今年大概會突破500萬輛 可是到2025 你看這個大 這個摩根史丹利 還是大同他們的評估 比亞迪一年 他賣掉的電動車 在國際市場就600萬輛 所以這個是一個 蠻驚人的數字 也就反映出中國電動車的 這個競爭力是很強的 這個是 這個從數字看出來就知道了 你看到美國這個如臨大敵 歐盟也是 高舉保護主義 四個字嘛 競爭不過嘛 就這樣 好 今天非常謝謝大使 帶給我們這麼深入 針對電動車的分析 在9月25號這邊 可能就是會有這個 歐盟對大陸電動車 關稅議案的這個結果 到時候如果有任何的最新消息 我們也會帶觀眾朋友 來進一步的來一起了解 那再提醒一下觀眾朋友 這週四的下午4點之後 我們會有真正的這個線上的直播 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歡迎四點鐘加入我們 一起來做線上最直接的討論 今天謝謝大使 帶給我們電動車的專題分享 今天晚上九點鐘 我們正面見 拜拜 拜拜